Hello 大家好 又到了我们Hello Business Partner Interview的时间 今天我很开心邀请到我的mentor 我的mentor是Beth 他之前住在 他之前住在LA 现在在台湾 然后在探访佳人 接受他抽空来参加我们的访谈 我现在邀请他进来 Hi Eleanor Hello 你好吗 对啊 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就是Hi大家好 我是Beth 那首先谢谢Eleanor邀请我上你的平台 那跟大家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我来自台湾 那两年前因为先生工作外派的关系 所以我就是在美国的洛杉矶住了两年的时间 那因为疫情很久没回台湾 所以现在目前是在台湾度假 那预计大概三个多月的时间 五月多会再回洛杉矶 那我的工作的经历 我之前在台湾曾经担任过国中小的代理来客教师 那之后转职到旅游业 那后来因为先生工作决定要外派 所以辞职到美国生活这样 所以我们现在是做全职的线上事业这样 谢谢Beth的自我介绍 所以听起来你在就是美国也跟 就是在美国陪伴先生生活过一段时间了 那你可以分享就是在进入网页 网路创业前你觉得你在生活中面临什么样的困难跟挑战 所以你想要看到这个机会的时候 你会想要去尝试它 所以我在网路创业前我想分享一下在台湾的生活这样 因为主要会在网路创业主要是因为到了美国 我是2020年的2月到美国的 所以在那个之前就是所谓疫情之前 那我在台湾主要是在旅游业工作这样 那所以那时候对我来说我的生活主要就是很 工作压力很大 因为我在旅游业我担任就是在办公室上班 那主要是文书的话是跟国外的餐厅饭店联系 那我如果带团的话出国带团 我主要是去欧洲就是去带一团通常时间是两个星期这样 所以对我来说那个工作压力我很喜欢 但是工作压力有点大 因为当领队的时候就是所有只要出团 然后一直到回程这两个多礼拜 或者大小时都是领队要处理的这样 就比如说举番客人生病啊 或者他们有时候临时要回台湾 或者是餐厅临时比如说餐点怎么了 或是今天班机突然取消或班机delay等等 这种大小事情都要处理 所以就是那份工作对我来说薪水虽然不错 但是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我没有时间陪伴家人 因为有时候出团一趟两个礼拜 我家里发生什么事情我可能都没有经历到这样 然后再来回国之后又要面对时差的问题 那我因为现在已经40多岁 年纪也老大不小了 就会觉得说天哪 我如果这个工作我不是很确定 我能不能再有这样的体力再继续做下去这样 然后所以那时候的我就会开始思考说那我将来如果有机会 我是不是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工作的一个转换这样 因为像在旅游业我们工作旺季的时候 就是每年会有三四个月的时间我需要长时间的加班 然后那个时间对我来说就是有点像天昏地暗的感觉 早上白天出门但晚上回到家有时候已经是半夜了这样 然后我常常在公车上坐着坐着就会睡着这样 就会觉得 那个就是觉得自己怎么不晓得每天在忙忙忙忙忙路的生活到底为了是什么这样 所以我记得有个晚上就是很 那个晚上就是也是同样大家都在加班 然后那个晚上就天哪已经加班到 就是每天就是觉得早上起床都是黑眼圈 然后每天都不晓得自己在忙什么 每天的生活只是在工作跟睡觉 然后对我来说我会觉得这真的是我想要的生活吗 所以我记得有一个晚上就是大家都在加班 然后我看着我同事的背影也是好累 然后突然有点觉悟就觉得说 这好像不太对 就是我每天这样的生活到底还要过多久 然后就会觉得这真的是我要的生活吗 所以那个时候对我来说主要面临的困难跟挑战 就是我没有时间陪伴家人 然后我觉得我的工作太忙了 忙到我觉得我真的好像时间过得很快 因为一个礼拜一个礼拜过去 然后每次到了周末假日我反而不想出门 反而是想要休息跟睡觉 对我来说这样不是我想要的人生 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可能想要做个转变 所以有时候真的在工作还有生活当中 还有陪伴家人的时间 其实很难有一个很好的平衡 对 所以这个是你最后决定游泳网路事业的原因吗 所以那时候就是工作这么辛苦 然后工作觉得有点疲倦 弹性疲乏 然后会想要做一个寻求一个改变 所以后来有个契机就是先生被公司 他有这个机会外派到美国 然后所以我就想说天哪 有机会到美国生活 那是一个 因为我自己是学英文的 学语言的 所以我一直很想要到欧美生活 有这样一个梦想 所以我就告诉我自己说 那我要勇于做改变 所以我要 因为我如果要跟他来 因为他的合约是四年的时间 所以如果我要跟他到美国 那我势必就是要把台湾的工作辞掉 我差办法就是到美国来生活 不然我们就是要分隔两地四年的时间 所以那时候其实心里有点挣扎 就是我如果把工作辞了 代表我就没有收入 那我要重新开始 重新归零 然后到一个陌生的国度 然后重新开始 那另外的就是我的困难是 我也不晓得到美国 我到底要做什么 因为对我来说 就是我在旅游业有工作的经验 然后但是我到了美国 我不确定这个工作 我能不能持续 所以一方面很开心 有一个新的生活 一方面很徬徨很害怕 因为我不知道到美国 我到底可以做什么这样 但是后来我毅然决然地 下了一个决定 我觉得既然有这个机会 我想要尝试 我想要把握住 所以后来我就决定 辞掉工作 然后到美国生活这样 那所以到了美国之后 我觉得那个时间点也很 也很特别 就是那时候 我是2020的2月到美国的 所以刚开始到的时候 是很开心 有出去玩了大概 快一个月的时间 然后到了3月 就突然觉得 好像不太 对了 全世界好像都改变了 因为疫情开始了这样 所以疫情开始之后 整个美国 后来我们 我在加州嘛 所以后来我们这边 也都是有居家令 所以也只能待在家 所以那段时间对我来说 突然有点意识到说 好像不太对 我这样这个时机点 没有办法在外面工作 那有什么样的事情 是我可以在家里做的 那我有这样的收入 我也可以陪伴家人 然后我回到台湾之后 又快两年之后 我也要搬回台湾 所以有什么样的工作性质 是我可以就是同时拥有 这些我想要的 就是我有时间陪家人 那我也可以在家工作 我也可以有收入 这样也很弹性 所以后来我才想说 也许网络是一个趋势 网络是一个大家 就是这两年 都在尝试这个东西 也许这是一个 我可以试的 一个转变这样 所以后来就是 在滑手机的过程 看到一个那个 FB的广告 所以这是为什么 加入这个事业的原因 因为这个广告是在 主要是一个女生 她是人在加拿大 然后有两个小孩 那她也透过这个事业 她就是做了三年多的时间 她可以在温哥华买了人 就是在那边的新房子 然后很巧的是 她也是台湾人这样 所以我看到这广告 我就自己本身很有 就是很被吸引 那也很想了解说 这是一个怎么样的 一个线上的实验 那因为有提供了 90分钟的全英文的 线上说明会 那看了之后 我更了解这个 就是工作的模式 那我觉得这是我想要的 因为工作很弹性 我只要有手机 网络跟笔电 就像我现在人是在台湾度假 所以我不用担心说 我必须要把 譬如说把 如果我之前在美国工作的话 必须要进办公室 我要担心说 我现在在台湾度假的时候 我还要跟老板请假 然后我觉得 应该没有一个工作 可以让员工请假三个月 然后好好的在台湾度假 所以我现在可以有这样的 有这样的弹性 我可以自己决定 我每天要工作多久的时间 你知道 我觉得是我想要的 一个工作的模式 恭喜你找到你想要的工作 对啊对啊 对那所以BES下落这个网络 事业多久的时间了呢 大概一年半多了 因为我是2020 超过了超过一年半的时间 所以我最大的改变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 我觉得我拥有更弹性的时间 可以运用这样 因为我刚刚讲说 以前的工作因为太忙了 所以而且我们是受雇的员工 所以老板说什么就要做什么 所以有时候我记得以前的工作 其实是假日 然后只要外站 我们的领队有什么事情 或是外站的餐厅啊 怎么了 这样我都是假日 礼拜六礼拜天 有时候还是要跟国外的餐厅啊 饭店导游联络 要email这样 都是有时候都是很紧急的状态 所以我最大的改变 是用自己的时间 我可以决定 我要工作的时间多久 像我现在在台湾度假 所以像前几天跟家人去伊兰 去那边玩几天 然后住饭店什么的 所以老实说时间上比较没有办法 就是比较多在工作上 但是我可以排开 比如说排早一点 或者排晚一点 做个直播啦 或是回个email等等 这个都是很弹性 我可以自己决定的 我不用说一定要早九晚五 这个时间我人一定要在哪里这样 那第二个改变就是 我觉得自己变得比较开心 因为我认识到全球 这是一个全 我们是一个全球的现场事业 所以只要你有网路 就是你在哪里都可以工作 所以我认识到澳洲的朋友 我们也有在欧洲 英国 德国 法国的朋友 然后又在亚洲的部分 我想新加坡朋友有很多 然后现在也有在台湾的 或是我们也在美国 加拿大 很多的事业伙伴 这样 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我很喜欢旅游 所以我一直在幻想说 这两年如果当实际成熟的时候 大家都可以在度旅行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去其他地方去办访 全世界的其他的事业伙伴 这样 所以我觉得很开心 就是我可以我的那个 那叫什么梦想清单吗 旅游清单又变多了 这样就是很喜欢哪个地方我还没有去的 也许有机会就可以去看一下 这样 而且我觉得做了这个线上事业之后 就是学习到很多一些 工作上的一些技巧 像我们现在在做的直播 也是以前加入之前 我也没有想过说 天哪 自己竟然可以 就是做这样的尝试 这样 然后或者是很多的技能 像我们现在在学习 怎么样做一个广告的行销等等 这个都是慢慢一步一步学习的 但我觉得我们这个线上事业 有一个很棒的一个训练的平台 那这个平台其实很 就是很简单 它是用影片式的教学 所以其实如果你没有任何的商学背景 就像我一样 我也是从头开始慢慢学 一步一步跟着影片来操作的话 其实很容易上手 而且我们也有很棒的社群 我们里面就是很多的人 大家都是一起互相帮忙的 那我们也有导师制 我们也有就是教练 所以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是 透过里面的大家互相帮忙 然后来询问 然后你可以更了解 所以我们做这个事业不是一个人在做 因为有时候你会觉得 天哪 我好像要自己创业 是不是从头要开始 好像很辛苦这样 但是因为我们的系统 这些都已经帮你架设好了 所以其实没有想象中困难 是 对听起来这个事业满足了你的很多的梦想 然后也让你比较能够照你自己想要的安排去进行这样子 这也是我目前的状况 这也是我目前的状况 我也觉得这个事业真的很开心 然后我也可以决定 然后我也可以决定要怎么进行它 对 对 没错 嗯 好 那最后想要邀请Bass 就是给一些鼓励给我们的观众 好 所以我想 人生有梦足梦踏实 每个人都有 你有人生的一些梦想 对吗 但是我觉得 年轻时候的我 我觉得就是我也不太敢勇敢的追梦这样 但是我觉得我的人生在35岁之后有的重大的改变 就是我刚刚说我最早当老师 但是因为我当老师一直没有办法成为正式教师 所以我在35岁那年毅然决然想要转职 转到旅游业 然后我觉得天哪 我35岁之后 当我勇敢的做了一个决定 做了一个改变之后 人生变得很开阔 变得完全的不一样 所以我想给观众的鼓励 建议的话就是 你有任何的梦想 你想要去行动 人生真的没有太长 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 但是有些梦想如果你真的想去做 像Ellen她很勇敢的做了决定 也是离开台湾到美国生活 寻梦 追求她想要的生活的梦想 那所以每个人都有梦想 你想要的梦想一定要去行动 我觉得行动很重要 就是不是只有空谈 所以如果你看到Ellen的这个video 我想都是老天爷都是有安排的 就是也许你对我们这个事业有些好奇 那我们提供你一个90分钟的权益 我的线上说明会都可以跟Ellen的联络 这样 那你只要看一下 其实90分钟就像一个看电影的时间 其实也没有太长 那这个business真的改变了很多人的生命 这样 改变了Ellen的改变了我的生活 那还有我们里面有社群 其实现在有十几万的人 大家都在用这个同样的系统 那其实这是一个很有效的一个很棒的一个有组织的系统 所以当你就是了解之后 如果你喜欢的话 你就是可以跟我们一起合作这样 那你可以跟Ellen联络 所以就是有任何的就是你有梦想 都是建议你就是去行动就对了 要不然其实时间一下就过去了 一个一年两年然后一下十年就过去 然后如果你有任何的梦想 那如果没有去行动那只是一个空谈这样 是 我觉得当你生活充实的时候 你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 然后时间也没错 过去了 所以我希望就是每个人都可以给自己一个机会 去尝试你不同的可能 不论你在什么年纪 在什么处境下面 其实当你发现你想要改变的时候 会鼓励你做出一个行动 也许你会看到不一样的天空 谢谢Beth今天花了一些你的时间到这边来 我很感谢 然后也祝福你在台湾 可以跟台湾就是跟家人好好的就是团圆 谢谢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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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